我是林语,也是何家荣 2319集 何家荣,我知道你伶牙俐齿,我不跟你斗嘴 我只问你,你承不承认你的生死现在掌握在我手上 要杀便杀,说那么多废话干什么 如果你是想要获得新斗宗的古术秘籍和天才地宝 那我明确告诉你,你打错算盘了 我何家荣虽是新斗宗之人,但那些个东西并非可属于我个人的 我无权处置他们,而且他们现在尽忠 我委托军情处帮我看着 你们想要的话,自己去军情处拿呀 你猜错了,我这次来呢,并不是想要你们新斗宗的东西 李清水淡淡一笑,不紧不慢地说道 林语文言不由有一些意外 他微微地皱了皱眉,沉声说道 那你如果想以我的性命为要挟 索取会更大的回报,那更是痴心妄想了 既然李清水不是为了新斗宗的古术秘籍和天才地宝来的 那他想要用林语的性命换取条件就必定更为惊人 李清水笑眯眯地说 何先生,你还真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父啊 你本来就是小人 如果想让我承认你是君子,你得先把新斗宗赤肖剑还回来 我刚才就说过了,赤肖剑已经是我们误隐门的了 而我又将他转赠给了别人 所以他现在并不在我的手里 转赠别人?你送给谁了? 林语脸色大变,甚为意外 怎么也没想到李清水竟然将千辛万苦抢到的赤肖剑拱手让给别人 这个人你也认识,甚至该说是很熟悉 李清水含笑一字一顿地说道 他就是千渡山的离火盗人 万修? 未等李清水说完呢,林语心头猛地一颤 他惊骇脱口而出,急声说道 你是说你将赤肖剑交给万修了? 林语的眼睛刹那瞪大 万万没想到李清水竟然和万修扯上了关系 而且还将赤肖剑送给了他 那如此一来,万修岂不受如虎添翼? 你这么惊讶做什么 这世上呢,除了万修 谁又配从我手里拿走这把赤肖剑呢 可真蛇鼠一窝 林语的胸口剧烈地起伏着 良久才从震惊中缓和下来 他冷笑一声讥讽道 王我还为你,虽不是什么君子 但起码也是一个有底线的人 没想到你竟然跟万修这种十恶不赦的大魔头同流和舞 就因为万修杀了点人吗? 李清水吃笑一声,不以为意地说道 你知道万修为什么杀人吗? 等你知道他一直努力维持奋斗的目标 你就不会这么想吧 你只会认为他无比伟大 那些死去的人知道真相后 也会以自己能够为此牺牲 所感到骄傲和光荣 李清水越说越激动,慷慨道 万修这时子,为整个人类的未来做贡献 呸,真是狗屁不通 你们连眼下的人都保护不好 何谈人类的未来 说到底,不过都是为了给自己的一己私利 加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罢了 夏虫不可与兵 李清水十分高傲地冷笑一声 并不打算与在这件事情上和林雨争论 傲然说道 等以后离火到人大功告成了 你必定会被他的所作所为所折服 听到李清水这话 林雨后背猛的一凉 这才逗然间回过神来 意识到了什么 你跟万修狼被围奸了 但是你这次来竟然不杀我 说出这话,林雨自己都不可置信 而刚刚他只顾着愤怒 竟然差点忘了这一串 他和万修可是死敌 都恨不得将对方置于死地 所以这次李清水好不容易抓到这千载难逢的机会 却为何不杀他 除非李清水和万修之间 也无所私藏 有着自己的小算盘 莫非万修并不知道你来清海 他知道,就是他让我来的 他说了,你现在身受重伤 我可以轻而易举地杀了你 林雨听到这话信头咯噔一下 后背蹭一下就出了一层冷汗 一时间惊骇不已 不敢相信万修竟然对他了如指掌 广他还以为只要藏身此处 不抛头露面便可安然无恙 没成想早已被人盯上 不过惊慌过后 他很快便镇定下来 他沉声说道 既然是他派你来的 那你为何不杀我 是他派我过来 但同时呢 不杀你 也是他的指令 不让你杀我 那你想从我这里获得什么呢 他什么都不想获得 因为他能给予你的东西 远比你能给予他的多 他只是想通过这件事情 让我告诉你 他想除掉你 轻而易举 他之所以一直不杀你 是因为他不想杀你 林宇听到李清水这话 脸色不由一阵地变换 内心更加地迷惑 不明白万修这么做的 意欲何为 想必你心里一定非常奇怪吧 你杀了他的爱徒灵霄 他竟然放你一条生路 这胸襟未免也太宽广些 实话告诉你吧 李火道人 是一个爱财之人 他很看好你 他这一次饶你不死 是希望你能够有所醒悟 认清局势 带着你从长白山 获得的东西去投靠他 而他也能保证 到时候 必定会让你见证 一个旷世奇迹 他说话的时候 欲其中不由自主地 对万修流露出了一股 尊敬和崇拜 林宇听到这话 陡然才明白过来万修的用意 原来这次万修是让李清水来 恩威病师 通过震慑以及饶他一命的方式 让他主动投诚 毕竟万修也知道 林宇不是那么容易被全服的 真是笑话 林宇吃笑一声 得知万修的目的之后 一时间豁然开了 万修还真是让我失望 这么多年了 他竟然还不够了解我 让我何家荣卖国求荣 跟他一样 做特情初的走狗 那还不如你现在 就一箭杀了我 本集播讲完毕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